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爱健康频道 本期节目的内容是 为什么会脚后跟腾 中医思大烟放让你告别足跟痛 那么什么是脚后跟腾 为什么会脚后跟腾 脚后跟腾又称足跟腾 疼痛部位多为足跟一次或两次 不红不肿 常表现为早晨起床落地的第一 二部最痛 走几步后便可逐渐缓解 为什么会脚后跟腾 中医学认为足跟痛多数 肝生阴虚 痰失 虚热等因所知 肝主经身足骨 肝生亏虚 筋骨施养 腹肝风寒 嗜血或慢心劳损 便导致经络欲致 心血运行受阻 中医自带烟放让你告别足跟痛 除此之外 根骨骨似 足底直腱膜膜炎以及足底脂肪垫 萎缩也可引起足跟痛 如果是非病理性的足跟痛 建议采用中腰方治疗 不损失皮肤 且无毒副作用 一 中药泡洗方 组成 偷骨草 圣津草 威灵仙 寻骨草 陶仁 当归 白戒子 牛膝 皂脚刺 墨药 玄壶 红花 割三十鹤 二 用法上腰上部包裹 用水三千五百毫升浸泡三十分钟 上火煮开 改用小火十分钟 取出腰包 用药水趁热浸泡足部 早中晚隔一次 二 食疗方 用后腰包和药水均保留和反复加热后使用两到三天 在私使用时将腰包放入适量加水 以检法在私煎煮 两周为一个疗程 轻者一个疗程及种效通脂 中者坚持用药两到三个疗程 组成 鸡肉五十克 羊肉五十克 银羊货九克 枸杞子十五克 黑豆六十克 红枣五枚 用法七羊肉洗净切坏 与其他药物放入陶瓷锅内 加清水适量 小火煮两小时 织鸡羊肉烂熟维度 调味即可 三 粗盐泡洗放 上腰分为两天食用 每日早晚各饮室 四 此方对患有糖尿病者 由于组成 陈素五百毫升 食盐一百克 用法 将醋和盐混合 加水池六十度 注意糖尿病患者和油价人怠势 或用体温计测水温 避免烫伤 趁温热浸泡欢脚 手凉为止 四 腰电方每日一到两次 一周为一个疗程 一周换腰一次和持续一个月 组成白纸 枝草物防风各一百克 冰片零点五克 用法 将双腰分别沿心末昏云 用布做成与足部大小相应的布袋 将双腰分成两份 分别装入布袋内 封好封口 织成腰电 把腰电放入鞋底后部 每周更换一次 除了以上四个支脚跟通的方法外 还要尽量避免穿薄底部鞋 脚跟通的时候和在足根部 用后的软电保护 以减轻局部摩擦损伤 另外经常做脚底灯塔动作 可以增强直肩膜的张力 加强急抗劳损的能力 减轻局部延增 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请按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